被唐玄宗专宠了11年,杨玉环到底好在了,三大优势,让其欲罢不能。 小熊每天带你了解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欢迎订阅。 一件清新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唐玄宗会告诉你,后宫家里无数,但只专宠一人。 在唐玄宗的人生中,杨玉环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两人在一起后,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任何一个女人在唐玄宗心中都抵不过一个杨玉环, 这就使得后人好奇不已,杨玉环到底好在哪里,竟然会让唐玄宗欲罢不能呢? 云响一场花响容 追求美好的人货物,这是人类的本能。 作为高高在上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也不可免俗,杨玉环能入得了李隆基的眼, 一个很大的优势便是他自治天庭,遗崇耶庭。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也写道,回眸一笑百妹声,六宫粉黛无颜色。 再加上杨玉环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 故此,后人也将杨玉环放入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名列中, 而杨玉环之所以会被唐玄宗专宠11年,虽说是有容貌的加持, 但除此以外,杨玉环还有三个优势。 这些优势才是导致他让唐玄宗欲罢不能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优势就是灵魂契合,在唐代的诸多皇帝中, 唐玄宗李隆基其实非常优秀,他有着出色的智识才能, 开源之志就是他交给天下最好的答卷。 而这位皇帝出彩的不光是政治才能, 于音律一道,唐玄宗也是当时少有的极大成者。 唐玉林中就曾记载,李隆基动小音律, 四主管弦他都很是擅长,随手写出来的曲谱, 亦是少有的动听美妙。 对于这样一个音乐才子而言, 擅长舞蹈的杨玉桓就很容易走进了李隆基的心里。 后来杨玉桓被封为贵妃, 李隆基还亲自谱写《霓裳与一曲》有杨玉桓的陪伴, 李隆基就像是找到了最好的观众, 杨玉桓总能用舞蹈将自己所作曲子中的意韵完全表达出来。 仅在音乐方面,杨玉桓可以说是李隆基的灵魂伴侣。 每一次音符和舞蹈的碰撞都是二人在交心和互诉中常, 对于李隆基来说, 杨玉桓是懂她的这种精神层面的陪伴和爱情, 远远比肉体上的欢愉和痴狂来得更加稳固和汹涌, 古代女子都怕色衰爱吃, 但杨玉桓陪伴李隆基失与惨。 始终没有被李隆基抛弃, 实在是因为这二人在精神层面足够契合, 倘若李隆基对音律一窍不通, 杨玉桓也没有过人的舞姿, 他们很难相互陪伴十一年之久。 如果说与皇帝灵魂上的契合是杨玉桓专宠的第一优势, 那么保持新鲜感无疑是杨玉桓的第二个优势, 唐玉桓李隆基作为至高统治者, 他所见所用都是最好的优渥的环境和他手中长人生死的权利, 会导致周围的人不自觉的恐惧, 惨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唐玉桓也很累, 再加上唯一能让他轻松一点的舞会飞轰式。 唐玉桓更是郁寡欢, 在这个时间节点处, 杨玉桓出现在了李隆基面前, 并瞬间抓住李隆基的心, 不管是皇帝还是乞丐, 内心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 永远充满渴望高高在上的唐玄宗, 对于民间夫妻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 而他和杨玉桓在一起后, 便时时刻意感受到这种新鲜感。 从前不管是妻儿还是臣子, 几乎不会有人忤逆他, 但杨玉桓不同, 他年轻漂亮, 会是小性子, 虽然有时候惹急了唐玄宗, 会赶回家, 可习惯杨玉桓的陪伴, 习惯每天充满新鲜感的生活后。 让唐玄宗再去面对周围一众畏缩讨好的人, 实在是难以忍受, 且偶尔的分离, 也会让李隆基更念杨玉桓的好, 所谓距离产生美就是这个意思。 杨玉桓让李隆基欲罢不能的第三个优势, 就是杨玉桓无所求, 相比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 唐朝可以说是最开放和包容的, 女子在这个朝代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要高一些, 特别是在女皇武则天掌权的时期, 女子甚至可以像男子一样摄政, 而作为一个皇帝, 唐玄宗手中掌握着人人垂涎的至高权力, 他必须时刻提防有人来夺权, 皇帝们经常说自己是孤家寡人, 就是因为皇帝身边的人都对自己有所求, 有的人要权力, 有的人要利益, 可杨玉桓不一样, 他对唐玄宗李隆基无所求, 杨玉桓会甘心和自己的公共在一起, 是因为他确实对李隆基有感情, 他在李隆基身边的十一年时间里, 没有体现出一点野心, 更没有一点权谋, 李隆基不必担心杨玉桓是有所求, 为了权力委身自己, 再加上杨玉桓跟自己在心灵层面契合度绝高, 这样一个有才有貌, 让自己无比满意的女子, 唐玄宗自然会愿意一直宠爱她, 以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不过遗憾的是, 最后唐玄宗还是因为布下华便, 与马维泊一杀杨玉桓, 只能说古代的美人大多不幸, 盛世时他们是绝佳的点缀品, 但到了乱世, 他们却又是无奈的顶罪者, 盛世需要美人点缀, 乱世需要美人顶罪这句话, 用来形容杨玉桓再合适不过了, 杨贵妃与李隆基, 许多唐朝著名诗人的诗作中, 都有关于二人的描写, 但大多数都含有讽刺意味, 毕竟公共强占而袭, 抢入后宫变成自己贵妃这件事情, 实在是不大光彩, 他们的关系一直也都是非常微妙的, 客观来说, 唐玄宗曾经是个好皇帝, 他历经图治, 使大唐国泰民安, 万邦归顺, 但自从开源初中七起, 眼看四海太平, 玄宗在位许久, 便开始贪图享乐, 夜夜声歌, 沉迷声色, 武惠妃的轰逝, 成为唐玄宗寻找情感寄托的导火索, 他便寻后宫, 再也找不到像惠妃这样的可人, 甚至让内官在民间寻觅家人, 也都是姿色庸庸之辈, 在此契机下, 容貌出众的杨玉环, 走进了玄宗的视野, 开源二十八年十月, 玄宗照例游姓离山温泉宫, 众亲王邪内眷一同前往, 寿王妃杨玉环随行, 艳丽的面容将朝廷宁妇衬得颜色如土, 唐玄宗不甘寂寞, 一眼就注意到了人群中的杨玉环, 寄予其儿媳的美色, 萌生占为极有的念头, 高丽氏体贴圣意, 在玄宗的默许下, 他在日暮时分亲自前往寿王寝宫, 圣上有请寿王妃, 言下之意就是杨玉环此去, 将会伺候玄宗皇帝, 希望你们夫妻二人考虑清楚, 为了得到美人, 玄宗罔顾人伦, 更不惜牺牲与李茂之间的父子亲情, 自武惠妃去世后, 子平母贵的李茂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玄宗对他的感情也日益冷淡, 他从最受宠的皇子, 变成毫无特别之处的寻常皇子, 甚至, 唐玄宗敢将心思打到寿王妃身上, 杨玉环固然是牺牲品, 但同时也充分说明, 玄宗压根没把李茂这个儿子当回事, 李茂本人没有野心, 性格谦和, 并不热爱争权夺势, 从不与玄宗爆发冲突, 这次, 他一如既往保持沉默, 至于内心作何感想, 不得而知, 至于杨玉环态度如何, 史料并无过多的笔墨, 但显而易见的是, 寿王和杨玉环夫妇, 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力和能力, 杨玉环身为封建皇室的女子, 说白了她的身份, 只能是妻子, 无论是皇子的妻子, 还是皇上的妻子, 她只有被选择的份, 从来没有主动选择命运的权力, 如果杨玉环头脑一热, 坚决做个贞洁烈女, 那么她就是抗旨不从, 不仅本人没有好下场, 丈夫李茂也会惨遭牵连, 唐玄宗既然能费李英, 李瑶, 李居为庶人, 就能费李茂为庶人, 一旦成为庶人后, 是生是死, 听天由命, 因此, 杨玉环只能回复到, 父皇既已有命, 岂能违背, 说吧, 她看了一眼丈夫李茂, 独自随高丽氏前往黎山, 这一夜发生了什么, 已无须多言, 长恨歌, 有云, 适而扶起焦无力, 史诗新承恩则始, 黎山一别, 玄宗容光缓发, 杨玉环先随李茂回寿王府赞助, 该年年底, 玄宗正式下旨, 以为窦太后祈福的名义, 杜寿王妃为女道士, 好太真, 毕竟有被人伦, 玄宗总得寻个名头, 拆散寿王夫妻, 于是, 昔日的寿王妃摇身一变, 变成女道太真, 住进大明宫内新设的太真宫, 成为玄宗养在宫中的娘子, 在玄宗的授意下, 杨玉环以女道之名, 行妃嫔之时, 时间长达四年有余, 李茂眼睁睁看着父亲夺走妻子, 不仅不能表示抗议, 甚至还要表现出恭敬的模样, 以打消玄宗对于夺妻之恨的怀疑, 恰逢冥王李献逝世, 冥王是玄宗的兄长, 为了彻底远离是非, 李茂主动向玄宗请辞, 说要去魏皇国父制葬扶桑, 以尽孝心, 玄宗应允, 李茂这才从此次事件中抽身, 可见, 连亲生儿子都对玄宗充满畏惧, 何况杨玉环只是一介弱智女流, 终于, 在天宝四在, 玄宗不再掩人而目, 正是策立杨太真为杨贵妃, 同时, 玄宗又为李茂重新选了一位为氏女封为寿王妃, 至此, 傅夺子妻事件尘埃落定, 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很快赶超五贵妃, 在杨玉环面前六公粉带, 三千嘉丽, 全都黯然失色, 随着杨贵妃的得势, 圣上的恩泽惠及杨家亲眷, 堪称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叔父杨玄归, 由七品之马官升为兵部尚书, 叔母李氏丰梁国夫人, 杨家兄弟皆被升官, 而且都是连跨级品的大升官, 就连三代直系之外的远房兄长, 都从地方调任京畿中央高就, 杨玉环有三个姐妹, 皆生得貌美, 皆被玄宗宠幸, 分别获封韩国夫人, 国国夫人和秦国夫人, 一时间, 杨家全情朝野, 连王孙贵族都要避让三分, 天保十载元消结业, 杨氏五名亲眷与广平公主在西市门偶遇, 双方都是大阵仗出行, 互不相让都要先过西市门, 在争抢推丧中公主受惊落马, 驸马卫护公主被杨家人打了几边, 堂皇室还未曾受此屈辱, 一日公主要求玄宗严承杨氏一族, 结果玄宗户短, 只是杖杀了几名杨家奴仆了事, 但同时也将驸马停官, 令其不得上朝, 此事更助长了杨家的嚣张气焰, 从此杨家子弟目无王法, 杖势欺人, 横争敛财, 为所欲为, 搞得朝廷和民间一片乌烟瘴气, 其中, 以杨玉桓的堂兄杨国忠为甚,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唐玄宗亲手埋下的祸根, 那么杨国忠就是点燃战士的第一把火, 杨国忠起初只是一介小民, 不好读书, 又是读如命, 政治素质可想而知, 但他为人最会溜须拍马, 还有点脸才的小聪明, 靠着贵妃妹妹和金钱打点的关系, 杨国忠步步高升, 混得很开, 天宝十一彩 李林府去世后, 玄宗任命杨国忠为右丞相, 位高权重, 但杨国忠无德无才, 更不懂军事, 两次出兵南兆, 共治二十余万将士丧命, 晚年唐玄宗任人为亲, 与少年执政时期的任人为贤大相径庭, 他亲手促成了圣唐的衰败, 安禄山是唐玄宗最为倚重的藩将, 曾依附于李林府, 如今杨国忠取而代之, 安禄山不服, 而李林府生前与杨国忠有矛盾, 所以杨国忠处处针对, 打压, 排挤安禄山, 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激化成一场安史直乱, 安禄山武将出身, 率安史叛军有备而来, 气势凶猛, 唐军早在杨国忠手上, 就元气大伤, 如今明显不敌, 唐玄宗携皇室亲眷仓皇出逃, 欲逃亡属地避难,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 玄宗一行人走走停停, 抵达马为义, 此时, 护卫军队又饥又渴, 怒气和怨气积攒到了极致, 因安禄山起兵, 是以诛杀杨国忠为名, 将士们对杨国忠恨得牙痒痒, 聚众将他包围, 将他斩杀, 随后对上变了个理由, 说杨国忠途中勾结外藩, 欲对玄宗行不轨, 唐玄宗此刻需要武装保护, 不仅不能责怪军队, 还要拄着拐杖, 出面夸赞, 说杀得好, 但群情激愤, 难以平息, 众将士又指出, 杨贵妃难辞其咎, 妄就地正法, 唐玄宗主观上是非常不愿意杀贵妃的, 仍为杨玉环辩白贵妃久居深功, 如何知晓朝政, 但护卫军态度坚决, 不愿散去, 僵持不走, 唐玄宗万般无奈直下, 选择牺牲贵妃, 安抚军心。 最终, 杨贵妃自已于马为坡, 有说是被一杀的, 但无论如何, 安史之乱和马为兵变, 都是唐朝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杨贵妃是被卷入其中的牺牲体, 故事始于汉黄重色四清国, 却以婉转峨眉马前死草草收场, 开元天宝盛世是历史长河中辉煌的一个时期, 而安史之乱也是不可抹去的一道败笔, 杨贵妃的出现更是为唐史增添一抹亮色, 是非成败转头空, 自有后人评说,